文字幕志愿者 孟元 文字幕志愿者 孟元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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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真准备在我这儿熬一天啊 你呀 就不是做办公室的料 你们建刀队不是有任务吗 你去忙你的吧 我在这儿是闷的 可是我前脚一走 你后脚就给我搞危机 你以为我不知道啊 哥 我跟你说啊 鹰眼的子弹那可不是直呼的 担心我啊 担心我 你就去把鹰眼给我抓回来 别整天跟老母鸡护小鸡似的 这治标不治本知不知道 我管治哪儿了 我你 是 你讲得有道理 有道理就去执行 别嘴上听命 腿上不执行 你讲道理我讲不过你 是 你讲得有道理 但你有道理那我也不听 谁叫我是你弟弟呢 我就不听 我就是守着你 我就是守着你 交给你个任务 好 这是啥任务啊 我不知道你这想赶我走 任务 你总不能整天的什么事都不做吧 我 我 我这就是在执行警备任务 怎么 这么多警备就差你一个啊 去 帮我跟老沐转拿个事情 叫我去 去找老沐啊 不去 不去 你这 坚决不去 哎呀 尝尝乱叫我 拿过来 我 拿过来 知道吗 这是关于调兵力修缮的事情 你去跟他一说 他心里比谁都清楚 快去快快 不是 我说了这个事我不管 这事也不归我管 小伯 跟你讲 我跟你说 你给小伙打个电话 他去一房间 行 那别人要能说动的话 我还请你这顿大福 我可告诉你啊 现在事情已经迫在眉睫了 三番五次的老沐都给我推回来了 你要不帮我把它摆平了的话 那我今后的工作可就没法做了 你独华 你独华 我又不在这我不来我 女独华 你独华 خ kh 我去去去去 我去去去 我去 我去 我去什么你说去 去 我去 我去 我去我去 请你这个 报告 进来 莫连长 有您的信啊 打开 打便衣 连长 您要出去啊 我有钥匙 您别跟打 好 写草那两顿大家还记得吗 记得 一天学五个顿 十天学多少 五十 带着大家好好学习啊 这边不怎么说呢 老莫 这边不得骂我呀 老莫同志 这边你帮个忙 这 这不 抬起他吗 老莫 那个 给我派点兵 肯定跟我急着 这 这 队长 队长 怎么 这个人 也不愿意 这不愿意 我本来也想说 嗯 你 这 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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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这个鲁桃这个鸟是吧 对 这学习发报也挺困难的 不难 到时候我慢慢讲 你们三个野鬼跑哪儿去了这是 我宣布啊 我宣布 我们找到了老莫通敌的铁照 瞎让让 瞎让让 你爸这么一瓶呢 你别跟着 老莫通敌 我没听错吧 你肯定没听错 一会儿啊 我把这个照片洗出来 你们大家都明白 去来 走 帮个帮 不是 什么 老港 咋回事啊 我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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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啊 我今天一大早上 看见老莫一个人鬼鬼祟祟出去 我就悄悄跟在后面 结果经过我仔细地 谨慎地观察 看见一个戴帽子的神秘人 他就是鹰眼 看见他 行了 瞎麻糊半天都说不到点上 其实就是我们发现 老莫和鹰眼有接触 等等 老莫和鹰眼有接触 哎呀 等了 叛徒了 鹰眼发现了你们 然后就跑了 吓得很过千号的似 现在下结论还有点太早啊 不过这种可能不能排除 老莫 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是啊 但如果老莫是内鬼 那他之前对咱做的所作所为 全都说得通 就是想阻挠咱 纵容鹰眼 那要不然他手下那么多人 会一点收获都没有 这个听起来是有点道理啊 老莫 看不像吧 哎 这叫知人知面不知心 咱就拿老杠拿比方嘛 表面上是清心寡欲的 心里花着呢 他就说吕家大小姐 天天呢你看着人家就 哎 哎 疲痒了 你三天不打你 你上红结瓦你 陈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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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不好了 欧阳家里出事了 什么事啊 我也不知道 欧阳夫人给我打了电话 说家里出事 让你赶快去一趟 出什么事你不知道 谁不知道 你不知道你 你 来 哎 等等我 凭击唱恐 敌集唱恐 拗逝群雄 拗逐群雄 长官 身手不错呀 一点动静都没有 哎 哎 长官 我以前 还真有点小瞧你 哎 哎 长官 这测试 是下书百事不理 还请长官多多言谅 你都知道了 是剪刀队从容做更 知难人也很捆扰啊 长官 这下面 咱们可怎么办啊 这个剪刀队 的确是阴魂不散 上风给你回消息了没有 我收到电报了 上风说 隐缩行动 暗怨极化行动 咱们这边 必须加快情长的步伐 好了 知道了 我心里有数 长官 你看 事情这么禁忌 是不是也让夏拙惨于进来啊 笑话 凭我的身手还轮得着你 你还是做好你的情报工作 必须控制住那个指南针 现在是关键时刻 只要我们手上有这张王牌 就一定能找到刺杀的机会 想说明白 还有事吗 累了 累了 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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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来了 快坐下 家里怎么了 你快坐下 来 坐下再说 出什么事了 老头 不是 我嫂子 嫂子 嫂子 婉秀姐在厨房呢 她说还当你选的菜没有做好 她在给你做呢 可我坐 坐下 家里不是出事了吗 没有 其实我和婉秀姐 最近看到你们兄弟俩都挺忙的 想给你们改善改善 可是又怕你们不领情 所以就骗你们说 家里有点急事 你看 你这不是乖乖地回来了吗 我聪明吧 聪明个屁 你知不知道我经历有多急 我一路怎么赶回来呢 金都掉出来了 铁都打下来了 到头来什么事 就这点破事 不值得怎么着 不值得饿死吗 天怎么乱 知不知道我现在一屁股破事 你们还在铁的乱 你太过分了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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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我 我 你等一下 说这都是我过分 还没提过分 怎么了 怎么了 我这 不是 怎么了这是 闷火你问啥 你 怎么回事这是 出什么事了 刚才我看见你 关你屁事 你说你来呀 闫上 不是当嫂子的说你 你这个人啊 心眼就是太粗了 我知道 你有你的难处 可是你一带我爷们 你怎么能这么厚心采呢 人心采可是在你身上 花了不少的心思 哦 原来他就是心采啊 闫地你把嘴闭上行不行啊 嫂子 我错了 刚才我把你 我刚才 太低了我 对 因为我就不知道我怎么满脑满子 都是事啊 我这 一下没转过来 蒙着他 你说你 要谁不蒙啊 你 我急成那样赶过来 对吧 那个 这样 改天我给星采 赔个礼 道歉 我再给他拒个工 这就对了 你说 我今天本来想跟你们俩做个媒人 你这么一闹全泡汤了 是你 不是你给我 我和 你说给我和星采做媒人啊 对啊 不是我 开玩笑的 开玩笑 咱们不开玩笑的 别逗了 谁逗你了 你身子不都同意了吗 我问过星采了 人家特别中意你 而且我还跟你们俩找人算了一挂 你们俩特别配 我上回我什么时候 我 我 我是开玩笑的 我 我上回我说会 婚姻大事哪能开玩笑啊 再说了 星采这样好的姑娘啊 你是打得灯笼都难找的 你要是不珍惜 我可不答应 不行不行不行 那你怎么行 我 我就受不了女人管 我 我就 你问她 我 你别问我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跟你哥商量过了 必须抓紧时间跟你娶个媳妇 你也一把年纪了 你再不抓紧时间啊 这好姑娘全被人抢走了 是 是 曹子那个 那个好姑娘还有 那个 我实话 招了我 这个 好姑娘就在 眼前 我跟计划 好着呢 我俩都被 上这一大猫钩 我俩 你这么没好说 糟糕 你胡说什么你 嫂子 你可真让别这样的瞎子 是 人 他已经干啥 有啥不好意思的 自己嫂子 对不对 嫂子你看我们俩 风风雨雨 这么久了 我俩 你看我俩 俩都在一起 是 少青那个心是连着的 你就那个 那个成全我俩 别乱点那个冤阳谱 她生气的 真生气的 老耿啊老耿 你吃错药了吧你 你吃不 你吃不发烧了你啊 谁跟谁心连心呢 你别临到下班 别上去 你看见她气的去 她是故意在气我 你惊议 你故意气我 你别当嫂子面儿气 谁气你啊 嫂嫂你就答应她吧 我真是 我真是老糊涂了我 我 你看我在这儿乱点鸳鸯土 行行行 只要你们俩中意 什么都行 嫂子 谢谢嫂子 谢谢嫂子 还不谢谢嫂子 那你就跟星彩说一声 改天我跟她道歉 行行行 我们俩忙 那我们就走了啊 你一定跟她说清楚 行行行 我不忙 我要跟嫂子说话 花 走 你干什么呀 吃了饭再走 放手 吃了饭 走 走 找来这套 别给我解释 有了事啊 快 你说 你刚才为啥要收咱俩打报告了 这不是 行行行行 你别能看见你 不是 你都看到了 江湖九集 一切 刚才多亏了你 要不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走得都是好心 心在在这好意 我总不能伤了人家 知道了吧 那个女人哪 就是让人偷偷 那 那我就不是女人了啊 敢敢恶声我告诉你 你别欺人太善 你这种男人 你简直就是 混蛋 我 我 我混什么蛋 我我混什么蛋 我 对不对你 你记得你在船上说话吗 说咱俩挺合适的 给糟糊糊糊糊 我还给你唱了首歌 你现在 你现在知一种大笔 听吗 是啊 是啊 我就是提的 啊 你爱怎么笑话 你就怎么笑话我吧 你说我不是笑话鬼 我跟你说 我错了 行吗 我错了 那你当个电牌 我看得上错 有罪有罪有罪有错 别够废话 别嘴 你给我过来 让你过来 糟糊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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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糊� 你们看这儿 这儿 还有这儿 队长 照片写好了 让我看看 就你和英雄打过交道 还可以这个侠面 他们这样的写 recognitio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继续盯着老莫 我现在得去找个哥 慢着 老耿 等等 那什么 顺便让你哥 把你们老耿家要取我的那个聘书给发了吧 来 来 来 有衣服吗 笑什么笑什么笑 这是正的事 那个 那个 啊 张女华总长 我提醒你一句 工作的时候咱能不能不开玩笑啊 你拼什么说我拼你 你疯啊你啊 谁发疯了 那不是你说呀 大不够 我是 我什么时候说跟你 对吧你 那就 随便说说嘛 上次不是啊 随便说说就得算数 怎么 不敢打呀 我就知道他不打 你不就是看着人家瑜伽大小姐了吗 哎呀 人家那长得标志 家境又好 我要是男人我也抵挡不住 屁 你焦迪迪迪的打小姐 你送给我我就不要 我 我要他那样 我还不如娶你这样子呢 省心 行了 省心 省心 我就让你省心一回 咱俩现在就打报告 你 你你你你 真给我交成劲了啊 怎么了 你敢不敢打你说 行 张女华总长我告诉你 从雪山到草地 我老耿就没败下过阵 不是娶媳妇打个报告吗 有什么不敢要命吗 要命我都没怕过 我告诉我打 我就打几十条 让所有的领导都知道 让所有的领导都批一遍 拿拳 拿纸 拿笔 好嘞 我先到我 等等 真打呀 看到了吧 怂了 我跟你说江几华同志 像你这样的人我见得多了 一来真的不行了 不过那个你要不敢嫁呢 你现在说还来得及 大不了 丢点面子对不对 行了 谁怂了 我告诉你 我江几华 这辈子就要定你了 许岚 准备笔和纸 好嘞 不是你你等等等等 怎么的 你又想怎么的 我这准备准备什么 你你真的 真的 真的 敢不敢 真的 我这我 没见过你脸皮 这真好 你 那个 那个啊 工作 开始工作 我找我哥去 几华 大喜啊 大喜 大喜 废话 当然是大喜事了 这 这 这老默 真的是内鬼 现在 还是猜测 所以 哥 需要你帮忙调查 这怎么查呀 先查他最近的出入状况 最好把他的财产和家庭状况 核实一下 如果老默备办阻止 那他一定是被受害 或者是被威胁 其他的 我们捡到队都能办妥 好 我可以让小孩去办 本来还想让老默的警备连 把五四三番扰民这些 幽兰山土匪给倾角呢 看来 又得缓缓了 先查清楚再说吧 哥 游蓝山土匪最近很猖獗啊 何止是猖獗啊 这捷物资 抢商旅 这整天都把我了 你说你哥一个商人 现在把我了 真希望上面的领导 能早点下来啊 咱们兄弟也能好好的歇歇 是 哥 真是太辛苦了你 不过一直啊 哥你知道吗 那乡亲们都在夸你 你姐弟弟脸上有光 是吗 那些都是虚的 你哥没别的讲 我就想咱们一家人 能够安安稳稳地过上太平日子 是 我也在想 哥 我想等他完整 全国解放了 我就回来 陪你和嫂子一起过日子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你呀 你呀 你老大不晓得了 赶紧长不息 哥 其实 其实我 我 我已经 听上一集打不够了 打不够了 和 姜举华 真的 那就说 你跟姜姑娘的事情 已经定下来了 算是吧 算是吧 你还 还要 等领导的意思 好啊 好 这混蛋姐真紧了 我可提醒你啊 任小湘可是个好姑娘 你今后 何要好好的待人家 好 知道了 哥 你这你放心吧行 好了 哥 我就走了 你要多提防了点老莫 你们也是 如果他真和敌人 穿一条裤子 那也很有可能 迷惑和陷害你们 我知道了 哥 你刚才 刚才说什么 哦 老莫和敌人穿一条裤子 不是 那个 后面那一句 迷惑和陷害你们 就错吗 没错 没错 没 我明白了哥 老莫的行为的 明白了哥 我明白了 到了 明白什么了 这地儿咱们不来过吗 对 看你演唱真的一会儿 不是 那老莫都查过了 你觉得你俩会在这儿在这儿 那是对的 正因为老莫查过了 这也就成了谁找不到的盟区 抽筋 9 3 2 4 8 15 8 5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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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 说好了 日房月房家贼男孩 说这一年怎么那么深深 感觉是老莫俩的 话也能说别了 咱们现在 毕竟还没有实打实的证据 这还不够清楚 咱们怎么反到这时候 你就给老莫撑腰呢 我就不明白了 老莫这人哪 讨厌那是 真讨厌 但咱不能把屎盘子全扣在人头上 对不对 你记住 越是这时候 是非黑白的时候 你越要把你的小肚鸡肠 给捋直了 什么小肚鸡肠 我这是有一说一 你还 老祖 我 是个新鸡 对 我去抓住他 我去 你已经见 我 你 我去放下 你磕头都排 他推了 你 你 你去 我去 我去 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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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只鸽子 就是内鬼发给鹰眼的 对 这个鸽子的主人 肯定是内鬼 这内鬼肯定就是老莫 要不然你们说 这拙鸡在会是啥意思 这拙鸡在会是啥意思 这个鸽子的主人 上次胖头黄了再约一次 这不不用摆什么 肯定是老莫 胖子说的在里 这个时候给鹰眼发消息 说的又是这事 像是老莫做的 是不是老莫做的 可以让这个鸽子告诉我们 今天晚上 大家养足精神 明天一早 我们就来个鸽子 大海追踪 我们就来自行 了 我们就来自行 快点 你来自行 之后 你来自行 在这里 你来自行 只要奇谷 你的事 你来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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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果然是这个方向 真相我再定 好 奇怪 这老莫头次见面 对我们就没有好脸色 原来是劈了一层鬼皮 这种叛徒 军战立刻拉住枪毙 咱们先别激动了 咱们啊 听听队长的意见 队长 老耿 老耿 你还放什么男的 先下手围墙 后下手遭殃 我是在想啊 这能不能顺藤摸瓜 接着老莫 然后把阴眼也抱圆了 你是说 立无老莫 隐求阴眼 这主意不错呀 可具体怎么办呢 你怎么急傻 我这不是在想呢我这 我在想啊 敌人收买老莫 无非是想在他身上 得到情报 那么如果 那如果我的保护漏洞派出的话 那你们看 老莫会不会把这个情报告诉敌人 让敌人趁虚而入 可你的意思是 咱们设一个局 借着老莫 把阴眼调出来 不认识 本来呢 这两天我想搞个演讲会 鼓舞下士气 但是我知道你不会同意 所以我就没说 但是简介 我会不会和你 我跟他们说 一分钟 是 我来说 你不认识 我说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事你就交给我们尖刀队吧 是是是 哥 这是群众的意见 听到了吗 是是是 大伙的意见都没错 可这么重要的事情 是不是得商量商量啊 没得商量 谁博士你弟弟呢 没得商量 得商 这是 得商也没用 这没得商量 尖刀队开会 尖刀队以外的人不能列席 对吧 好好好 这 这 这是我们历来的规矩 开会的时候不许有外人在 我们安排人您放心 船都能安排好 好吧 您放心 我不是外人和我 这 就算你这点这样的 得商 得商 我要去 这 你住嘅 有什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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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